摄鱼鱼叉怒死亲儿 在民国二十年的时候 报纸刊登了一则报道 居住在张家宅 有一位名叫张阿秋的渔民 四十一岁 一直以摄鱼为生 哈哈 好大的一条鱼啊 今天运气可真不错 张阿秋的妻子王氏 只剩一子 名叫小鹏 年约四岁 张阿秋夫妻二人 爱如掌上名出 妈妈 你看我可以拍这么多下球哦 厉害吧 小鹏好棒哦 爸爸回来了 小鹏乖 在家有没有听话啊 爸爸 我拍皮球给你看 我可以拍好多下呢 是吗 小鹏真棒 快拍给爸爸看看 哈哈哈哈 本月十一日下午三十许 王氏正在田中除草 而张阿秋则在小茶馆内休息 张阿秋夫妻两人都不在家 只有小鹏一人在家里 和林家的小伙伴玩爽 你看我厉害吧 我能连续拍好几下呢 这有什么了不起 我也能 不信 我拍给你看 不跟你拍 这个球 是我的 小气鬼 我不跟你玩了 谁要跟你玩 哼 我要回家跟我妈妈玩 不跟你玩了 不跟我玩拉倒 我也要去跟我妈妈玩 小鹏想跑到田中 找他的母亲 可他刚刚走到 距离家约百步远的河边时 竟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救命 救命啊 救命 而此时 张阿秋刚从茶馆喝完茶 往回家的路上走 张阿秋行之该出 忽然听到河中巨响 浪花四溅 好像是一条大鱼 哈哈哈哈 看样子 这鱼不小哦 抓住的话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张阿秋急忙回家 取来鱼叉 来到河边 瞄准后 很猛地叉了过去 哈哈 刺住了 刺住了 当张阿秋看到鱼叉刺到他 竟然是自己的儿子小鹏时 顿时晕倒在地 而他的爱子小鹏 已被刺穿腹部 长腹流出 灭绝毙灭 小鹏 小鹏 爸爸对不起你啊 小鹏 你醒醒 看妈妈一眼 你看妈妈一眼啊 都怪你 是你杀了小鹏 是你杀了他 这都是张阿秋 杀业过重 才导致他的儿子丧命 这是报应啊 其实 即使张阿秋不射鱼叉 小鹏也会被淹死 让他亲自 刺射死自己的儿子 是命运中 使他知道鱼被射的惨痛 而当时 张阿秋听到水中的声响 竟然不能辨别出 是人是鱼 以至于上演这幕惨剧 也是丝毫不爽的 因果报应啊